第十三卷第二章 苗刀在线 金族飞车系由西荒齐公国所致 构造极为细密精巧 在高空遇风飞行 属无颠簸摇晃之感 这十几辆飞车 虽无绍耗当日的白金飞车那般奢华 但舒适平稳丝毫不在极下 鹿虎神豪爽热情 拓拔也等人坐在车中把酒相谈 很快便熟人起来 鹿虎听闻姬远玄 以幻影大军逼得叛贼阵脚大乱 又以幻术救出绍号太子 叛服不已 又听得拓拔也潜入天津湖 假扮寒荒大神 令楚宁无所遁形 不由哈哈大笑 连称绝岛 再听得群雄竭力阻挡西海老族 吃油终以妖龙重创老妖 鹿虎不由肃然起敬 连连向众人拜信 探讨 若非各位少年英雄 智勇双全 仗义相助 这次大劫非得三五年才能平息 那时即便江山完整 但元气大伤 民心离散 得不偿失 能兵不血刃 小米战乱于无形 真是多亏了各位啊 鸡远璇摇头探讨 可惜我们终究不能阻挡老妖 收回翻天印 沿下江山延下江山廊急洪水泛滥 实在实在是路无从窗口朝下眺望 哈哈笑道 鸡公子 这大劫乃是天意 诸位鼎力相助 能化解如此 我们已是感激不尽了 江山断裂可以修复 人心离散 就不能愈合了 哈哈 这些水患 虽然厉害 但只要上下一心 终可以疏导利用 众人见路无 目睹居下万里大地 崩山裂土 洪水滔滔 依旧面部改策 如暮春风 不由 既差且探 心想 大慌都说 金足如铜山铁月 不可撼动 金日观之 果不其然 鸡元璇微笑道 陆虎神 元璇有些疑惑 不知可问不可问呢 陆无笑道 鸡公子只管说 陆某有问必答 鸡元璇道 此次虎神前来 只带了这十几辆飞车吗 难道白帝已经算出 含荒叛乱 定可平息 众人心中 都有这疑问 当下 宁神倾听 陆无黑然苦笑 陈吟他 罢了 此事 再过几日 天下尽知 也无甚可隐瞒他 诸位 诸位都是本族的朋友 说出无妨 众人听他 语气凝重 心中都是异己 隐隐觉得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即将发生 陆无 陈生道 这几日 昆仑山上 发生了几件 极为棘手之事 眼下 白帝已无大军 可攻调遣 只好让我 带了两百余人 到寒荒城 斡旋调解 众人大齐 心疼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竟比安定 寒荒国 救助少号太子 还要重要 鲁无的 四日之前 本族 如意 双仙怀鬼 李伦 康丽 在昆仑山下 巡视之时 发现了三具尸体 其中一人 竟是水族 竹真神的独子 竹骨之 什么 众人 大惊失所 吃油 惊诧手势 捧腹狂笑道 哈哈哈哈 妙极 妙极 这老妖 丧尽天良 活该他 断子绝孙 众人愕然 燕子苏 对着吃油 大失颜色 他却视而不见 拓跋也 惊喜快味 披了孤舍仙子一眼 心透 这银贼 在冲山上 对仙女姐姐 图谋不轨 总算 报应不爽 但是 心中 默的 又是一尘 春套 竹老妖 直辞一子 突然 丧生昆仑 大荒中 只怕 又有 祸乱 横生啊 无怪 金族 要头疼了 当下 偷偷 拉了一把 吃油 衣袖 欠然道 陆虎山 我们兄弟 与那竹骨枝 有些过节 所以 事态忘形 还望虎神 勿怪 陆无探讨 唉 那竹公子 为人荒唐 在大荒中 口碑素来不好 难怪 吃油公子 要拍手称快啊 摇头苦笑道 只是此次 他是死在 昆仑山下 纵然不是 金族中人所为 也与我金族 关系极大 若是竹真神 一口咬住不放 那就大大不妙啊 吃油冷笑道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这竹小妖 树敌甚多 也不知 惹了何方煞神 难道 只因死在 昆仑山下 便要赖到 金族头上吗 天下 哪有这等道理 陆无摇头道 话 也不能这么说 主公子 既是死在 昆仑山下 我们身为地主 自然脱不了关系 无论如何 总得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出 还竹真神 一个公道才是 吃油黑然道 竹老妖 勾结兵龙教 挑唆八族叛乱 又解开翻天印 引来大水 罪行累累 你们不找他算账 已是客气了 还要还他什么公道 陆无探讨 眼下 冰龙教众 记忆死绝 竹真神 大刻将黑锅 扣在他们身上 推得一干二戒 大不了再将西海老祖 作为替死鬼 但竹公子之死 若不能查出前因后果 竹真神多半会说 我们盲目报复 蓄意谋害竹谷之 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 大师心兵问罪 众人都知水妖 速来脚来 当下点头不语 路无诱逃 那日 怀鬼 黎伦 将竹公子三人 悄悄地带回昆仑山上 白帝 西王母 相方设法相救 找来了金族乌羊 乌吕 乌凡 乌相四大神医 用尽些药 也不能尿手挥唇 不得已之下 西王母亲自赶往中途 请来灵山石屋 拓跋也低疑了一声 与吃油对望一眼 想起那十个古灵精怪的小人 忍俊不尽 路无道 灵山石屋一数 果然高明 终于救活了三人中的亲疲 吃油哼的一声 皱眉心想 原来是他 路无道 听那亲疲转述 原来两日之前 他与竹公子 清碧归真三人 带着从贼人手中夺得的苗刀 前往牧族日华城 献给牧神 苗刀 吃油与拓跋也豁然一阵 吃油怒道 贼人 他奶奶的姿态一批 那些奸贼从我手中抢去苗刀 竟敢反误我是贼人 路无点头套 原来那苗刀 果真是从吃油公子手中得到的 这些日子 大荒中一直传闻 吃油公子是苗清帝转世 携带这柄 牧族失踪了六百年的第一盛气 我们听那亲疲说时 心中也有些疑惑 但非我族是不好相问 亲疲说他们路经昆仑山下时 突然闯出一个头戴仓尸颅骨 身高十二尺的怪人 闪电之间将他们尽数擒杀 抢了苗刀 逃之夭夭 众人大骑 姬远玄皱眉道 这三人乃是西海三镇 驾在一处 也有先位高手的势力 扑天之下 又有谁能在刹那间 将他们一并制住 路无道 不错 能在瞬间制住西海三镇的人物 至少当是小神位的顶级高手 放眼大慌 绝对超不出三十人 我们将这些人一一列出 但据亲疲描述 这些人的身高 体态特征 武功路数 无一与那尸面怪人吻合 燕子苏忍不住笑道 人的外貌 可以千变万化 这可不足取信啊 路无看了他一眼 点头沉声道 这位姑娘 所言极是 倘若当真是小神位以上的高手 要想以真心念力 暂时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 已非难事 所以当日 我们越想越头疼 一筹莫展 天生那亲疲强成了一日之后 终于神时散灭 任灵山时屋 有通天之能 也就之不得 众人啊的一声 心想 这亲疲一死 可谓死无对证啊 要想让主老妖相信金族所言 就更加艰难了 路无道 希望母尽浅真迹 四处打探 这几日路经昆仑的可疑人物 但却了无结果 谁知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之时 偏偏又发生了一件 极为古怪之事 那凶手竟自动送上门来 众人大齐脱口道 那凶手是谁 路无苦笑道 说来惭愧 昆仑山全山上下 竟无一人识得 那凶手露数 众人闻言更加诧异 昆仑山卧虎藏龙 高手数不胜数 竟无一人看出凶手身份 难道那凶手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拓拔也乞讨 既是如此 路虎神又何以断定 他就是凶手 路无道 这个 只因那丝身高正好是十二尺上下 手中又握了苗刀 众人点头道 那可当真巧了 路无道 那日清晨 这四突然从昆仑山下杀了上来 口中胡乱叫喊着要见白帝 手中苗刀砍柴般胡乱的挥舞 姿势颇为可笑 但说也奇怪 他的招式看似粗陋滑稽 威力却是极大 从山脚正门直到半山流云楼 本族三十八名高手 竟谁也抵挡不住 眼睁睁的看着他 颠三道四的闯了过去 众人凛然 昆仑山正门直至流云楼 乃是昆仑的主峰迎客道 其间高手众多 单单真人级高手 便不下九人呢 此人从正门而上 卢入无人之境 退也匪夷所思了 拓跋也心疼 却不知此人为何要见白帝 难道与白帝有什么过节 所以抢了苗刀 来与白帝决战吗 路无道 那时我和怀鬼 黎伦正好在中天门 瞧见那丝提着苗刀 疯疯癫癫地冲降上来 速度极快 身形打扮 都与亲疲所说的凶手极为相似 我们心中又惊又喜啊 都想当真是踏破铁蝎五米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这贼人竟然大摇大摆 送上门来了 当下我和怀鬼 黎伦夫妇一起动手 竭尽全力 勿求将这丝一举拿下 姬远璇 输了口气 笑道 妙急了 既然这贼人已经擒住 这场祸事 也就烟消云散了 路无摇头苦笑道 哪有这般简单 那丝看起来 风边滑稽 但形如鬼魅 竟然刹那间 从我们三人夹击之下 冲了出去 风也似的朝山上冲去 众人大惊 路无乃是小神位高手 怀鬼黎伦 又是金族中 素以御风树闻名的 如意双先 以三人之真缘修为 竟让他轻而易举的 脱身离去 五罗仙子也悚然动容 促眉道 竟有这等奇事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路无探讨 当时 我们心中之惊异 远比各位为甚 眼见他腾云驾雾般 转眼就要冲上风天 我们不敢迟疑 奋力脊椎 在昆仑秋顶 那丝被青原鸟群困住 破口大骂 狼狈逃避 转眼间 被遮了数十口 身上肿了许多大包 但竟丝毫无恙 较骂得更加奇迹 众人骇然 昆仑青原鸟 乃是一种巨毒奇鸟 身如鸳鸯大小 巨刺 紫钢管 飞行如闪电 无论多大的鸟兽 树木 被他一遮 必定干枯而死 那人被青原鸟 遮了数十口 竟然若无其事 实在令人震惊 陆无道 长盛神和神牛伯皇 以及数十名高手 闻得生训 都从淮江山 迎母山赶了过来 将这丝团团围住 昆仑山脉 极为雄伟高举 东西绵延五千里 南北宽达三百余里 其中又以玉山 昆仑山 迎母山 长流山等 九山十六峰为中心 金族显贵 都居住于 这些山峰之上 长盛神 与神牛伯皇 乃是金族中 极为著名的 两位先级高手 陆无道 我们尽百人 在昆仑秋顶困住那寺 其中 鲜味高手 便有五人 真人级高手 至少十四人 加上 青猿鸟 土楼兽等 仙秦神兽 极是壮观 那斯 也不害怕 只是 疯疯癫癫的 大喊大叫 说白帝耍赖 将他骗倒 非要白帝出来 磕头认错不可 我们听了 又是生气 又是好笑 白帝陛下 淡泊超脱 只如神仙 又怎会 与这么一个疯子 夹杂不清 众人越听越奇 拓拔也听到 淡泊超脱 只如神仙 心中一动 忍不住 朝孤舍仙子撇来 却见他 醋眉不语 满脸迷茫 似乎 想到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拓拔也 心神急的 呆呆的凝望他 那清丽绝世的脸容 一时间 连陆吴的话语 都听不真切了 陆吴道 魔皇脾气暴躁 听他辱骂白帝 登时来起 想先动手 我们怕他吃亏 也纷纷攻了上去 对众人苦笑 又道 哎 惭愧啊 只是那思退也古怪 神鬼莫测 而且 事关重大 总是 小心为好 姬远璇点头头 对付这等邪魔外道 不必拘泥细节 不知那贼人被擒住了没有 陆吴摇头探讨 哎 那思实在太过厉害了 以我们百人之力 竟始终 擒堤他不住 但他似乎 并被痛下杀手 手中描刀 只是扛在肩上 但以左手隔大 在众人夹击中 幽灵似的飘荡 我奋尽全力 终于伤了他的肩膀 那思 哇哇乱叫 说我们金族 卑鄙无耻 以多欺少 他 不玩了 云云 又叫嚷着 让白帝出来见他 不然他就放火 烧了昆仑山 五罗仙子道 陆虎神 那人的真气 招式 究竟是五族中的 什么路数 你们打了那么久 瞧出什么端倪了吗 鲁黑然道 那四真气 像是闭目真气 但所使的招式 全是稀奇古怪 像是牧族招式 却又不尽相同 见所未见 孤舍仙子 低仪了一声 忽然站了起来 众人吃了一惊 纷纷望他 他视若不见 满脸尽是迷惘之色 拓跋也心中一动 道 仙子 难道 你识的那人吗 孤舍仙子 睁然片刻 摇头道 我想不起来了 又徐徐坐下 众人 微微失望 五罗仙子道 既然 那人要寻找白帝 何不请白帝出来 请他擒住 陆五摇头道 我们何尝不想请出圣驾 只是那日一早 白帝和西王母恰好出行 不知行踪 那斯打了半赏 突然烦躁起来 叫嚷着退没意思 他要下山玩去了 说话之间 便将伯皇和长圣神 一掌击退 又将怀鬼 黎伦 抓在手里 远远的抛了出去 我惊怒之下 便做瘦身相组 他突然大喜 连称有趣 与我激斗起来 但不过三百合 就将我打得大溃 众人听得 瞠目结舌 心道 能将金足五仙 打得狼狈如此 这斯岂不是神级高手吗 但大荒石神中 又哪有如此疯癫的人物 众人如坠 疑云迷雾 心中森然 冷汗 沉沉而出 陆五道 那斯剑 我不是他的对手 登时又异性阑珊 胡言乱语一通 打开重围 飞跑下山 我们穷尽气力 骑鸟驱手 也追他不回 眼睁睁地 看着他消失得 无言无踪啊 燕子苏乞讨 既然他只是奔跑 竟然灵鸟 也追他不上啊 陆无探讨 不错啊 那斯明明只是在奔跑 但却比预风飞行还要快 而且不乏奇特 在山鹤忽左忽右 转眼间不见踪影 燕子苏素以变化术 古独和预风术自负 听说那人紧紧奔跑 便可甩脱飞鸟 心中又惊又奇又疑 吃油道 这么说来 苗刀还在那怪人手上吗 陆无道 不错 那怪人走后 我们越想越觉得 那斯必定便是杀死 竹谷之等人的凶手 想到 以百人之理 竟让他从容逃离 都是羞愧欲死啊 当夜白帝和西王母回到昆仑山 听得这个消息极为震动 连夜召开长老会 绝技 不惜一切代价 务必将那斯抓回 绑了送到北海 请逐真神发路 当下 西王母派遣数万大军连夜出发 四处搜寻 昆仑山真人级以上的高手 也几乎倾巢而出 摇头哭笑他 这般大规模的全族出动 已是数百年未有之事啊 而且竟仅仅是为了缉拿一人而已 说出去 只怕无人相信 众人凛然 君想 不知这怪人从何处蹦出 何以从前竟会闻所未闻 路无道 就在一日清晨 封后带来了鸡公子的要训 长老会大惊 但其实主力大军都已出发 昆仑山上剩下的 只有镇守朱峰的三万精锐 这些精兵乃是昆仑根本 不能随意争调 以免昆仑空虚被奸人锁成 但若要去境内各藩国 城邦抽掉兵力 至少要三日时间 即便能以最快速度 组成大军赶往寒荒国 也是九十日之后的事情了 那时少号太子多半已横遭不测 叛军大势一成 想要镇压便极为困难 路无道 无奈之下 西王母宁我挑选了两百余名精锐 火速赶往寒荒国 若能说服八族放弃叛乱 自是罪嫁 倘若不能也将太子救出 退回昆仑 等到大军调集齐备之后 再做打算 众人恍然 正说话间 隐眼听见下方传来 欢呼之声 驾车的金族汉子大声讨 忽然 我们已经到了黄仁山了 众人隔窗吓跳 只见一片巍峨山脉上 忍辱乙群 正朝着他们欢呼雀跃 当下 陆无指挥重飞车 在山顶盘旋了几大圈 徐徐落地 方府降落 尼长老 弗里叶公主就带着千千 拔似汗 及重长老围了上来 尼长老 狗撕长鞋 安危等长老 齐齐拜扶在地 颤声道 臣等糊涂 听从妖人背货 险些做出誓杀太子 叛族作乱等大逆不道之事 实在罪该万死 堪请使者之罪 陆无从车上跳下 肃然道 诸位长老 都是八族百姓的父母挤住 一言一行 都关系八族百姓的安危幸福 今后 还请冷静处事 有什么难以定夺之事 扪心自问便是 只要时时刻刻想着百姓 便不会做出偏颇之事 众长老惭愧不已 拜扶不起 陆无微微一笑 将众人一一扶起 朗声讨 白帝要我传旨 金族八族 都是一家兄弟姐妹 不分彼此 哪有兄弟姐妹半嘴 便要打架分家的道理呢 众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坠坠不安的心情 稍稍缓解 陆无诱道 白帝说 只要我们一家人团结一致 不管什么难关 都闯得过去 发大水不要紧 水不是给我们送来鱼虾了吗 山崩了 不要紧 不是正好可以 以为平地种田吗 他善于挑动众人情绪 每说一句 众人的欢呼声浪 便高过一倍 说到后来 漫山遍野 都是欢呼之声 拓跋也 与吃油等人 从车上跳下 谦谦大喜 狂奔而来 拉着两个人的手 笑道 臭鱿鱼 听那病老鬼 说你死了 我可担心坏了 你这些天 跑到哪里去了 仿佛 方才发现 吃油脸上的疤痕 啊的一声 怒道 这是哪个混蛋干的 吃油从未见过他 这般关心自己 当时面红而赤 心中乱跳 一时 倒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黑然笑道 哎 说来话长啊 突听燕子苏笑道 吃油大哥 这 便是你说的千千妹子吗 当真可爱得紧呢 宽宽上前 笑隐隐地朝千千 迎迎行礼 吃油 见他当日 害得千千吃了那么多苦头 今日竟若无其事 魂不相识一般 心中慧怒 重重地哼了一声 千千丝毫不识的 九尾狐真身 但他 会心灵性 当时猜出 这俏丽女子 碧于吃油 有着颇深的渊源 心中大觉有趣 存桃 想不到 这木头木脑的鱿鱼 竟也有人 钟情欢喜 扮了个鬼脸 笑道 既然话长 那就以后 再慢慢说吧 突然瞧见 孤舍仙子 与五罗仙子 从车上偏然而下 小脸当时又阴沉下来 当下 把臂缠着拓拔也 温言软语 极是亲密 别人瞧在眼中 只如金童玉女一般 暗暗撑目 拓拔也 微觉尴尬 偷偷地瞥望孤舍仙子 尽他凝望着陆武 与众长老等人 孰不注意自己 心下灯时一阵失望 酸苦难言 当下强震精神 一念他下 说话见 拔四汗 天剑 黑雅等人 与拓拔也吃油 一一相见 极是欢喜 众人 共惊患难 这份交情更显身后 就连那冷傲寡言的天剑 也不禁脸露微笑 稍稍健谈起来 满山突然想起雷鸣般的欢呼 原来 陆武传达白地御旨 赦免涉嫌谋判的长老的罪责 既往不咎 并将于此后数月之内 陆续运来 一粮物资 派遣诸多工匠 与韩黄军民一起重建家园 疏至大水 拓拔也等人相视而笑 军决心中大石 安然落地 喜乐快慰 当夜 八族在黄仁山上欢庆 酒水虽然不足 但众人情绪高昂 尽兴而散 星辰漫天 篝火辽落 众人都以各回山洞歇息 拓拔也将玄玉荣婴 送予吃油卫福 又助他调整真气 修复经脉 调膝极地 以示深夜 俩人听着山下 滔滔洪流的轰隆巨响 心潮澎湃 转策难眠 最又如从前 在东海岛上一样 悄悄起身 一起坐在山崖边 仰望苍穹 谈心聊天 俩人自离开树海 西附大荒以来 巨少离东 各自经历之事 也都应接不暇 很少轻谈过 此次重逢 都觉得 有一肚子的话 要和对方倾诉 山崖无人 难难道 昆仑山 昆仑山 总算是离此不远了 千千妹子 也快要见到他娘亲了 人们都说 昆仑山 生九万重 也不知今后 咱们还有与他 相见的机会吗 俩人心中 登起难过 不舍之意 拓跋也强笑道 昆仑山 离东海 也不过几万里 咱们骑着太阳屋 半月光景 也可到了 想要见他 也不是难事 打算 吃油听到太阳屋 突然一领脱口道 对了 苗刀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离开昆仑 我需得尽快 将苗刀找回啊 绝技不能落入 勾芒老妖的手中啊 拓跋也点头道 咱们到了昆仑 可以先打听 那抢走苗刀的怪人下落 想起日间 陆无所说 对那怪人 登起凛然之意 俩人猜测一通 始终想不出 那怪人的身份来历 但他既然杀了 竹骨枝 多半是有非敌 拓跋也诱到 尤语 对那烟紫苏 你究竟要如何处置 难道 真要待在身旁 不离不意吗 吃油 微微一愣 目中露出 痛楚难觉的神色 沉声道 那妖女 默地一掌机在身边巨石上 摇头怒他 一想到那些人惨死之创 我便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 这一掌机下 力士万钧 巨石灯石崩裂四射 拓跋也沉引道 他对你情深义重 为了你判足背轻 今后必受水腰杜狠 追杀 如果弃之不顾 实在不通情力 但若是当真与他相守不离 他这狠辣的性子 多半摇头道 此事为时难以决绝 尤月 你要好好考虑才是啊 吃油想到白石岛百姓 余怒未消 恨恨到 罢了 我已经考虑好了 这种蛇蝎妖女 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忽听一个女子哥哥笑道 原来堂堂慎楼城少城主 竟是一个薄情寡义 反复无常的小人 俩人一礼 起身寻声望去 却见燕紫苏背负双手 偏然而来 俩人视才聊得全身贯注 竟没有察觉到他的脚步和呼吸 吃油大怒 冷冷道 谁说我薄情寡义 反复无常了 燕紫苏笑道 我三番数次救你性命 你却要将我碎尸万段 这不是薄情寡义 又是什么 吃油哼了一声 正在说话 燕紫苏又抢道 你当日明明已发誓 今生今世 对我永不离异 现在又反悔动摇 这不是反复无常 又是什么 吃油诉重信怒 被他这般接吻 一时无话应对 满脸通红 燕紫苏笑道 没话说了吧 见吃油愤然不达 他的脸上疏得闪过 七处哀伤的神色 惨然笑道 既然你是这等薄情寡义 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又何苦死缠着你 吃油一阵 冷冷道 你说什么 燕紫苏眼圈 微微一红 笑道 在那白石岛上 你不是说 从今往后 与我恩断情绝吗 只要你为我做成一件事 你我之间 便算是两不相欠 再无瓜葛了 转头 瞟了唾巴也一眼 笑道 而你的这位好兄弟 也不必担心 我这妖女 会连累你了 唾巴也微笑不语 吃油听他 言下之意 竟是决定 鱼脊分离 心中忽然大痛 呼吸不差 仰头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妙疾 妙疾 你要我做什么事 且说来听听 燕紫苏面色苍白 微笑道 本真丹 竹真神 必定会参加半个月后 昆仑山的盘桃会 只要你能从他那儿 取得本真丹 让我还复人生 我便永不再纠缠你了 持油黑染道 当日 你为了救我 舍弃了本真丹 今日 要我还你本真丹 再也公道不过 好 我答应你 燕紫苏笑道 那就多谢你了 不过 我可先说明了 在没有得到本真丹之前 我依然会如影随形 缠着你不放的 眼波一转 燕然道 倘若 你这一辈子 都取不得本真丹 那就别怪我 阴魂不散了 持油心中一跳 冷笑道 你放心 不会太久的 燕紫苏 妙目 凝视着持油 突然 晶莹悬染 忍不住的 即将流下了眼泪 转身挤走 自在 腰龙体内 与持油 重逢以来 持油对他始终 冷漠厌恶 令他 伤心已及 在这黄人山上 见持油与拓跋野 千千等人说笑 熟不理睬自己 心中更加悲苦悔痛 原想今夜找他好好倾谈 甚至准备放下尊严 软语哀求 答应他从此 不再滥杀无辜 其料 竟听见持油拍碎巨石 声称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 从此静而远之 心中凄苦悲痛 无以形容 当下 凡语试探 想要让持油触动悔悟 其料他 竟似求之不得 一时间 万念俱灰 恨不得 就此死了 拓跋野瞧在眼中 心中不由起了怜念之意 这俩人明明彼此牵肠挂肚 却偏偏一个奋机逞强 一个失望心伤 越说越不对路 事成其虎 想要为之圆肠 但又觉得这妖女 若当真与持油 从此恩断情绝 又未尝不是好事 终于屡次 欲言又止 叹了口气讨 燕姑娘请留步 拓跋有些疑问 恳请燕姑娘 辞教 燕子苏淡淡道 是问姑舍仙子之事吗 拓跋野道 正是 燕子苏叹了口气道 罢了 反正 我叛族投敌 早已是水族上下的眼中钉 肉中刺 也不在乎 多一条泄密通敌的罪状了 唯唯一笑道 只是 我说了出来 拓跋太子 可别怪罪我 拓跋也早已猜到 他与姑舍仙子之事 必有关联 当下微笑道 燕姑娘坦诚相考 拓跋感激不尽 岂敢怪罪 燕子苏转头四雾 传音道 主真神 要帮助勾芒登上 清帝之位 你们 都已经知道了吧 见二人点头 又道 既然雷神 已经被扳倒 接着 要对付的 自然便是 姑舍仙子了 勾芒之道 竹骨之 对姑舍仙子 垂涎诉酒 因此 便定了一时二鸟之计 做个顺水人情 燕子俗道 那日 我从雷泽城出来后 便奉命 继继续乔装你们的千千妹子 骑着一只白鹤 朝空桑山飞去 姑舍仙子的姑姑 是当年流放汤谷的空桑仙子 拓跋也与吃油 齐齐一阵 惊讶失声 拓跋也突然明白 何以当年在玉屏风上 姑舍仙子听他说到神农物话 林中吟唱刹那风华曲时 他会有那等古怪的反应 燕子俗继续讨 姑舍仙子对他 又及时尊重 勾芒料定他听说 空桑转世的消息 必定按捺不住 于是 故意遣人散布谣言 说 瞧见空桑转世 朝空桑山飞去 顾舍仙子闻讯 果然便追来了 拓跋也道 对了 难怪那日 在空桑山 听见仙女姐姐的消声 原来 她竟是被这妖女 匡骗到那儿去的 燕子俗道 我等她快追来了 又绕道西行 朝西荒飞去 孤舍仙子心机单纯的狠 不宜有诈 一路跟来 我知道她 以鲜花 密冻为时 就在沿途 她最喜欢的花树上 投下骨卵 拓跋也变色道 什么 燕子俗奄然道 你放心 那些骨卵 都只是极微量的 并不致命 否则 以她的念力 还不觉察吗 燕子俗又道 到了西荒 我将她引入 西海九镇等人 布下的 寒金冰石镇中 然后 诱惑她体内的骨毒 经震刻目 骨毒发作 又受几十名高手的围攻 她虽然厉害 也只有乖乖就擒 吃油怒急 咬牙道 卑鄙无耻 燕子俗 只当没听见 道 百里春秋 以春秋镜面里 扶住 九毒童子的散气丹 将她周身真情 全部化散 这样 她即便行转 也不足为患 然后 那西海陆女 又给她下了 九十九种烈性毒武 再灌入忘川水 送入中山洞穴 一切准备妥当后 我就赶往韩荒城 装扮女妻 以后发生的事情 拓拔太子 并比我更清楚了 拓拔也至此完全明白 第一声道 古舍仙子一旦失去圣针 自然便不能再做圣女 对狗芒 老妖 也就没有任何威胁 而她喝了忘川水 记不起从前之事 无处喊冤 不得昭雪 只能任由 竹骨之狗芒 双双得偿所愿 果然是一石二鸟的奸计呀 吃油又气又怒 这妖女屡屡诸恶为虐 此番又险些害了自己兄弟的梦中仙子 隐隐之中 竟觉得自己愧对拓拔也 怒视燕子素 立声道 妖女 你和孤舍仙子同是女子 竟以这般不留卑劣的毒际相害 不觉得愧疚吗 燕子素淡淡道 我原本就是十恶不赦的妖女 你今日才知道吗 拓拔也摇头道 由于 燕姑娘 当初仍是水族中人 各备其主 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眼下最为紧要的 便是尽快 帮孤舍仙子恢复记忆 拆穿勾芒老妖的面具呀 言及此 一个念头在脑中电闪而过 倘若 孤舍仙子当真恢复了记忆 他便要恢复 为墓足圣女 自己与他更将永无可能 心中呼起 茫然坠坠之意 持有强忍怒气 道 不错 勾芒老妖 处心积虑 想要登上清帝之位 我们绝技不能让他得逞 当事实 忽然听见 寒角悲鸣 有人哭叫道 国主 国主驾崩了 拓跋也与赤友大吃一惊 对望一眼 立即朝山顶奔去 燕子苏等他们跑得远了 方才缓缓蹲下身子 以秀掩面 无声的抽气着 放任悲伤的泪水 汹汹滚落 满山火炬纷乱 人流汹涌 山顶临时早见的王宫前 早已人山人海 哭声一片 原来 韩皇国主 楚宗书 伤势过重 一路又饱受颠簸 风寒之苦 既知和平安定 心无牵挂 终于过世 福利叶公主 止不住悲伤 哭得犹如泪人一般 拓跋也等人 在一旁看着 也不尽有些伤感 楚宗书和蔼慈祥 深得民心 他此时过世 对于风雨飘摇的 韩皇八族 更是重大打击 一日凌晨 众人将 楚国主 安葬在 黄人山顶 八族悲痛 哭声 响彻群山 中午时分 韩皇八族 在黄人山上 召开长老会 推选新的国主 你长老 以英明慈爱 独时大局 楚遍不惊 镇定斡旋 坚强表率 指挥若定为由 推举 福利叶公主 继任 父王之位 众长老 纷纷同意 福利叶 推辞再三 终于在众人的 欢呼声中 登基国主之位 成为 韩皇八族 有史以来 独一无二的 女国主 长老会 又推选 尼长老为 大长老 但尼长老 坚持推辞 众长老 只得 又推 狗丝长鞋 为八族 大长老 掌管 长老会 日常会晤 长老会 论功行赏 拔卓 拔卓 拔四汉 天剑等人为将军 拓拔也 吃油 姬远 玄等人 也被长老会 授以 韩皇 长老 之称 外族人 任长老 开 韩皇 八族 千年来 从未有过 之先例 韩皇 局势既定 陆无 记挂 昆仑 太势 不敢 久留 留下百名壮士 象征性的 驻扎在黄仁山 自己亲自护送 邵昊太子返回 姬远玄等人 也纷纷告辞 随陆无 飞车 同往昆仑 参加半个月后的 盘桃盛会 邵昊 陆无 盛情 邀请拓拔也 等人同行 拓拔也 吃油 私下 业已决定 先将谦谦 送往昆仑山 然后再与孤舍仙子 前往方山御渊 当下欣然同意 这日午后 众人在黄仁山上 一一惜别 人潮漫漫 场面极是壮观 拔四汗 天剑 黑雅等人 洒血热酒 与拓拔也 吃油 一起喝过 方才挥泪而别 黑雅心下难过 竟忍不住 大声哭了起来 临江登车之际 福利业国主 偏然走到拓拔也身边 迎迎行礼 说道 多谢拓拔太子相助 此恩此德 福利业今生 永至不忘 拓拔也微笑回礼 福利业国主 娇艳微红 低声道 浅路茫茫 太子保重 衣袖飘舞 悄悄递了一个铁盒 给他 拓拔也还未接过 天前眼间 早已一把将铁盒抢过 笑道 什么稀罕宝贝 这般 奄奄色色的 怕被太阳蒸发了吗 福利业国主 脸上更红 缓缓退后 号角长吹 金石并奏 拓拔也等人 纷纷上车 挥手作别 众飞车 徐徐腾空 盘旋北去 千千急不可待的 将那铁盒拆了开来 一了一声 颇为失望 提起一对犀牛角 丢给拓拔也 笑道 我倒是什么宝贝呢 原来 这位美人国主 骂你是个不开窍的大笨牛 少号笑道 千千姑娘有所不知啊 这是寒慌 罕见的相思稀 二人取一只稀脚 二人取一只稀脚 即使相隔千里 也能清清楚楚的 说话呢 拓拔也 与吃油灯时 想起当日 在阳须城内 土族大长老白驼 便曾出示这相思稀 声称 与姬远璇的四从十三郎 以此联系 洞悉姬远璇的计划 与行踪 众人大齐 纷纷索取了把玩细看 在车里试讲起来 千千大喜 心想 有了这稀脚 今后 无论拓拔大哥在哪 我都能和他说话了 突然想起 昆仑将至 自己与母亲重逢之后 拓拔也多半 要返回东海 那时天涯海角 相隔万里 当真唯有 以这稀脚说话了 心中欢喜 心悦之情 当时 黯淡了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